我还想你两百次 哇 那就六百次了耶 梦里也要见到你 亲吻你美丽的额头 这都是自我发挥的啊 没有 这个是原版 这个是原版是吗 因为我们有临时 我们会顺一下台词了 因为这个说了以后 会觉得小龙女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太重复了 就会显得矫情的成分 就是多了一点 所以完了以后 我就变成全是我说 因为我的感情是 表达是比较直接和热闻 对 你很直白 那说明这一点上 其实杨过也都特别 为小龙女着想 对不对 在拍戏的过程中 他也会这样 比如说想到这个 台词有问题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改动吗 其实我们在演之前 我们都会稍微顺过 用我们自己舒服的方式 去神仙角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